17年前高雄某医学中心 关于马飞治疗疼痛的记者会 主持的就是被指控的阳性民医 当时他是麻醉二科主任 名气大十分风光 对这些慢性疼痛的病人 可以有一个很理想的疼痛控制 但就在隔年 阳性民医被爆出 擅自将还在动物实验阶段的 止痛基因疗法 注射在不知情的患者身上 总共400人被当白老鼠 还有人被注射后不舒服了很久 事后医院证实 民医有四篇论文出问题 他黯然离职 先到另一间医院 当腾痛哥主治医师 最后在桥头开诊所 有许多病患追随 还有中国医界同业特地来参访 但这次爆出争议的 就是死者丈夫手绘的这个面罩 睡觉时要将药剂滴入盒内 覆盖面罩 吸入药剂 但这药剂一伏迷通常是用在手术麻醉 怎么会用来治疗失眠呢 麻醉科的一个使用的治疾的话 在我们身心科我们是比较少这样考量 是有听过啦 但是这算是比较比较更进一步的治疗 山西科医师说这方法十分少见 但麻醉科有不同的专业领域 而这面罩是给患者自行带回家使用 来到医疗器材行业者看都没看过 你有看过这种面罩吗 没有也没看过 没有看过 由于香咽证明书上 死者使因跟面罩和麻醉滴剂有直接关系 现在死者家属投诉要讨公道 无论真相为何 民意的声望也已经受到影响 三熊黄大为古福先生高雄报道